但愿世间人无病,何其架上药生沉 这幅春联寄予了唯一者 希望世人都能够身体健康的美好愿望 但是人都会有生老病死,病情危机时 最渴望的无非是遇到一位妙手回春的好医生 1984年,钟南山医生还不是非典里那个第一功臣 也不是新冠疫情里的定海神针 只是一位出漏锋芒的呼吸系统的医生 但48岁的他却面临着一个人生中巨大的挑战 这个挑战就是拯救病情危急的开国元帅叶剑英 开国元帅叶剑英到底患上了什么危急病症 钟南山医生最后又是否将他医治好了呢 正题开始之前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喜欢作者的话就点点关注 既能回顾 往期视频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叶剑英元帅 出生于风雨飘摇时 心怀国家未来 先后参加了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 以及解放战争 指挥得力 力挽狂澜 创造了诸多军事中奇系 周总理曾夸赞夜老 疾风枝尽草 板荡石成城 但英雄再勇猛 亦又垂垂老矣的时候 随着岁月的流逝 异老戎马半生 带来的健康隐患 逐渐开始暴露出来 健康状况大不如前 1982年 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异老 已经85岁高龄 就在不久前 异老被诊断出 患了一种难治之症 一到阴雨天 异老的肺部就会感染 并且感染时常发作 痛苦难忍 病情十分凶险 即使早在1979年82岁的异老身体上就出现了一些不适 这些不适最先是异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的 异老在走路的时候脉步不稳 并且步伐也越来越小 考虑到异老的年纪 工作人员们纷纷嘱咐异老早点去医院检查一下 以免病情恶化 但当时我国刚刚拨乱反证 重新稳定 异老忙于军委工作 日理万机 实在抽不出空 去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异老的这一情况 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视 考虑到开国元勋门大都年过七十 去没有一个系统的保健机构 于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 次年中央保健委员会正式成立 专门为党中央工作人员服务 一老也接受了中央保健委员会 医生的详细检查 检查结果证明 一老的身体状况真有问题 但具体的病症却迟迟无法确定 查不出病情 就没有办法向一老交代 更没法向党中央甚至全国人民交代 一时间 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医生们也十分焦急 当然 这种焦急是瞒不住一老的 为了缓解医生们的心情 一老对专家们笑着说 你们不用再费功夫 找我的病叫什么名字了 我自己给他取一个不就行了 就叫难治之症吧 周围的医生纷纷被一老的幽默逗笑 但内心也更加坚定地 早日弄清一老病症的想法 随后经过专家的努力 终于查清了一老所患的病症 这种病叫做帕金森氏病 常见于中老年人群 不仅会导致得病者手臂颤抖 走路不稳 还会使患者的身体免疫能力迅速降低 因而这种病很容易引起病发症 其中就包括肺部感染 肺部感染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 可能还好 但夜老已经八十多岁 呼吸道炎症对夜老来说分外凶险 专家们都忍不住被夜老揪心 担心病情恶化 果不其然在夜老八十五岁时病情迅速恶化 夜老的肺部经常发生感染 一旦感染就要输液治疗 对于曾经叱咤僵场 威风八面的夜老来说 输液净成了年长时的苦差事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夜老因为血管比较细 每次输液时都不好找种位置 要反复穿刺 另外夜老因为病情原因 已输液就要输好久 这对闲不住的他来说 真是一种折磨 护士们为了减轻夜老的痛苦 每次输液扎针前 都要仔细观察一会儿 确保一次就完成 看着护士们紧张嬉戏的样子 悉心体贴的夜老 忍不住安慰他们 扎失败了也没事 这个不怪你们吗 是我的血管给你们造成了困难吗 护士们对此深为感动 对夜老更是精心护理 但尽管医生护士们精心照顾 年过八十的夜老身体属实 远不如以前 依然避免不了被病痛折磨 但即使身体再不适 夜老依然一心惦念着祖国和人民 难以舍弃工作 1982年9月1日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大会上 夜老曾真诚发言 我今年已经85岁了 年老体弱 跟年轻时候没法比了 但只要党和国家需要我 我必当尽力而为 死而后裔 但工作无疑加重了夜老的病情 两年后 夜老的肺部感染再次恶化 甚至出现高烧不退的现象 呼吸到多次被痰堵塞 这引起了相关领导人员的担忧和重视 夜帅作为新中国重要的建设者 他的健康 关乎党和国家的稳定 因而必须设法改善夜老的病情 延长他的生命 经过多次治疗后 夜老的情况还是没有明显好转 以至于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 王敏青沉痛地说 夜老病情的复杂程度 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 治疗非常困难 可以说 夜老的抢救 就是医疗保健室的淮海战役 当时医疗小组全体医务人员 都集中到一起 不分昼夜地对夜老进行监护 面对夜老严重的病情 中央一面命令医务人员全力施救 另一方面 也无奈地做出了最坏打算 着手让人民大会堂 预备追悼会会场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 一位呼吸系统医生被急调入侵 此后成功使夜老的病情 顺利恢复平稳 这名医生正是48岁的钟南山先生 1936年10月20日 钟南山先生在江苏南京出生 钟南山先生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医学室下 他的父亲是我国著名儿科医生 钟世帆先生 母亲也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的廖岳琴女士 钟南山先生从小而辱目染 对医学也十分感兴趣 最终选择紫城辅业 1955年 19岁的钟南山 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医学院 开始迈入从医之路 但钟南山先生的从医之路并不平坦 1960年在北京医学院毕业以后 24岁的钟南山先生留在了学校任教 已待就是近十年 期间没有实地参与过治疗工作 但和父亲的一次谈话 让钟南山先生开始积极投入到实地的医疗工作里 1971年 35岁的钟南山先生回到了家 见到了分别已久的父亲钟士藩 父亲对着儿子语重心长地问道 你今年多大了 钟南先生回答 35岁 最后父亲忧虑地说 都35岁了 真可怕 听了父亲的话 钟南山先生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父亲的这句话点醒了他 自己已经35岁了 却还没有什么大成就 于是钟南山先生开始认真地对自己想要实现的人生价值 和要走的路尽情地思考 正如钟南山先生所说 我的医教生涯是从35岁开始的 从那次谈话之后 钟南山先生开始认真研究慢性肢器管炎的防治 1978年 钟南山先生和侯树副教授共同完成的论文 中西一集合分诊诊断和治疗慢性器管炎 这一论文因价值巨大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 一等奖 钟南山先生因此获得了公派英国爱丁堡大学 留学的机会 于是钟南山先生远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 是从著名呼吸科教授弗兰利门下 但当时的英国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历 老师弗兰利也并不信任钟南山先生 竟把原定两年的留学时间改为八个月 对钟南先生说 你根本不用待两年 一个观察者而已 留八个月就足够了 钟南山先生受到侵蚀后感到分外耻辱 他个人被侵蚀害好 但留学就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为了给自己 更只给国家争一口气 钟南山先生发奋努力 凭借着自己在医学上的天赋 稀奇吸收英国医学理念 很快就成功取得了六项重大成果 以及七篇学术论文 其中四篇被发表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 麻醉学会 以及糖尿病学会上 最终钟南山先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 改变了英国师生对中国医生的偏见 为自己和国家赢得了尊重和信任 看到钟南山先生的实力 老师弗兰利主动表示 你想在英国待多久就待多久 面对导师的多次挽留 钟南山先生还是坚定选择回国 他对老师说 是国家把我送来留学的 国家需要我 我就一定要回去 很久以后 老师弗兰利对这位学生还是印象深刻 曾写信到中国驻英大使馆 信上说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 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钟南山先生这样的勤奋好学的学者 从英国回到祖国之后 钟南山先生在广州医院任职副教授 并很快就因为能力突出成为一名权威的呼吸科专家 也正是因为钟南山先生能力不凡 所以回国仅一年就接到拯救一老的重大任务 接到中央极调的钟南山先生 身知一老情况危急 不敢怠慢 立刻拿好东西从广州坐上了支飞北京的专机 十小时后顺利到达抢救大厅 说来 一老和钟南山先生还有很深的缘分 钟南山先生父亲所在的医院 正是由一老亲笔提词 深知一老为国为民 劳苦功高 奉献一生 钟南山先生决定不遗余力 一定要留救下这位功勤卓著的开股元帅 于是紧急组织好医护人员 钟南山先生一行人对一老进行了紧张抢救 8月10日 一老病情趋于稳定 逐渐苏醒了过来 一老苏醒后 钟南山先生立马对他的身体各项指标进行了监测 确认指标渐去正常后 也终于暂时放下了心 对于成功抢救一老的钟南山同志 中央小组表示非常感激和钦佩 1984年12月27日 相关领导在人民大会堂 为钟南山先生等抢救有功的医护人员举行了招待会 4年 医术高明的钟南山先生被指定为中央领导的保健医生 经过钟南山先生的努力 一老多了两年的珍贵时光 1986年10月21日 一老心脏出现了试诈 并且按摩无果 最终于次日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虽然一老已经去世了 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为国为民放现一生的英雄事迹 这些事迹也激励着钟南山先生继续前行 小儿卫生总为方论里说 凡为医者欲有请兆 不择高下 远近必复 深刻的体现了医者人心 而这句话在钟南山先生身上就是最好的印证 钟南山先生带着对易老的钦佩 继续奋战在医疗第一线上 2003年非典爆发的时候 钟南山先生已经67岁 这一奇怪肺炎不断扩散 竟席选了全球 钟南山先生看到医护人员不敢跟患者接触 很不利于病人情绪的稳定 于是果断表示 把所有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这一句话感动了无数的患者和家人 2月广东非典病例急增 钟南山先生临危受命 出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 完成了一次最美的逆行 在应战非典的过程中 钟南山先生因连续38个小时没有休息而累倒了 但只是简单地输了输液 就又投入战斗 在钟南山先生的努力下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许多患者也顺利恢复了健康 17年后 新冠疫情爆发 钟南山院士再次逆行 义不容辞地坐上了去往武汉的高铁 此时的他已经是84岁高龄 满头滑发 但仍然精神绝朔 意志坚定 面对武汉严重的疫情 钟南山先生痛惜地哽咽地说 全国帮忙 武汉能够过关 最后 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钟老又全力奔走在抗疫之路上 钟南山先生不仅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指挥 更是人民心中的定心丸 在这两次逆行里 钟南山先生向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名医者的人心和担当 国事无双 这四个字 钟南山先生当之无愧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妨长按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